現在大家這個唱歌 其實有時候看到假日的時候 大家在那個KTV排隊 其實還蠻 有時候韓風啊 戲弓啊等等的 那有這種自助式的 很方便的公用電話的KTV 如果在全台灣各地都有的話 我想它是一個 對喜歡唱歌的人是一大福音 而且消費又很便宜 我想調這不是我開的 他是愛唱歌 我因為愛唱歌 好朋友的就是我來幫他 試試看 覺得這東西還蠻不錯的 而且音響啊 音質各方面 其實會讓你像一個歌手一樣在唱歌 你也可以直接錄下來 直接就 哪裡海選你就丟去吧 所以如果要成為歌星夢 這也是一條路可以走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值得讓 不管是年紀大 年輕人大 一起來同樂的地方 當然現在一開始 我們設定是目前是一千台 一千台的機器 那希望將來能夠擴到 全台灣有三千台以上 這樣子對服務全國的 喜歡唱歌的朋友 成本喔 成本其實不是我出的啦 哈哈哈哈 這樣一台好像要 二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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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台成本二十幾萬 一台喔 還不含 好像還不含軟體 所以 你說那個歌他每個月會給你更新 那當然當然 這個跟平常的KB是一樣的 所以他的成本其實 他講二十幾萬是含蓄的 應該要乘以五 乘以五一百多萬 對 唱一首歌三十塊 而且聽說以後可以刷悠悠卡 可以刷悠悠卡 現在很方便啦 就是 唱幾首歌付多少錢嘛 對 然後 裡面點歌的方式也很簡單 可以 都是觸控式的螢幕 可以手寫 可以排行排列 完全跟KTV一模一樣 但是裡面的音響 真的大家可以試試喔 用耳機聽著 然後這樣唱 吵不到別人 在裡面那個感覺 就好像你個人的演唱會一樣 試試看 他是一個自助式的喔 就好像我們去洗衣店一樣 投幣洗衣服 二十四小時就開著 你就排隊 進來你就進去 好方便喔 也比較方便操人 對啊 自助唱歌就自助洗衣一樣 就投幣就點歌就唱 然後再投 然後就可以再點 其實很方便啦